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注意 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在春天来了 你是不是那只鸭 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在说您所看的节目 你所跟的人 能不能领先整体性的大盘 而且提出具体的证据 要有证据 然后给各位未来真正能够赚钱的答案 这叫春江水暖鸭先知 竹外桃花两三只 只有开了两三朵桃花 你能不能知道春天来了 只有一只鸭子在游泳 你知道春天来了吗 各位注意 今天来我还是要跟各位讲好消息 财神到了 但是我要讲一句话 你真的听进去了吗 你真的能够肯定吗 如果你能够肯定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会像很多朋友 赚3658汉为科 而且从低档一路赚上来 卖掉之后隔天就跌下来 那种感觉非常舒服 注意喔 如果你能够春江水暖鸭先知 如果你能够掌握住真正行情的面目 知道财神也长得什么样子的话 汉为科 一张三十万就是你的 你说老师真的吗 对啊你在这个节目看过吧 不用我重播吧 但是我问大家一件事了 你知道财神也 那么财神菩萨长什么样子吗 你有听过有道之士跟你讲过这句话吗 你每天在拜财神也 你知道财神也长什么样 长什么样告诉我 是这样吗 还是这样 注意喔 我先告诉大家 就古代的故事里面 讲到财神菩萨 也就是财神也这个地方 他说财神菩萨长得跟一般的老人家 没什么两样 他说同样的两个人 然后财神菩萨去敲门 第一个人 一看到他拿着一桶木炭 把他身上丢了 把他赶出去 弄得财神也脏兮兮的 第二个很善心的人士 看到财神菩萨 看起来好像比较瘦 比较没有饭吃 然后就把财神菩萨请进去 拿出很好吃的马铃薯给他吃 最后当然了 赢财神的人是赚钱 注意一下 财神长得跟一般人完全一样 可以这么告诉各位一件事 财神可能长得跟一般人完全一样 等一下我就介绍一两个给你认识 你说老师还可以介绍财神给你认识 等一下就介绍给你看看 注意一下下 那如果财神爷就在你前面的话 你认得出来吗 有什么证据可以认清他是财神爷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亲爱的猴子朋友 我说我财神道一定有他非常重要的一些讯号 我说要你一定要跟着我的节目来认识财神爷 有一天我才可以跟你讲恭喜发财 注意啊 我认为有一个财神爷叫做巴菲特 你觉得像不像 巴菲特是不是告诉你说 如果碰到最大的利空像伊波拉 如果碰到最大的利空像窒息量 如果碰到这个行情里面只是个凹洞量 你一定要买黑K 你说老师这不是巴菲特讲 这是你讲的 我是不是财神爷 你看着办吧 我说过财神道不买会后悔 我先告诉大家 你不认识财神爷 就像你不认识行情一样 那你说老师 你今天讲说这个行情要有证据喔 注意喔 我今天跟你讲说这个行情里面 即将就要大涨上来 即将就要给各位非常好的财神爷的讯号 我一定要有证据喔 我不会像很多分析师来讲 我就是跟你讲一定会大涨 没有意义 我就是跟你讲均线上来 就是要大涨 没有意义 其实有很多人证 那才是重点吧 就像财神爷有很多人 因为他赚钱了 那叫人证 你不会因为说财神爷 画了两个指标就准了嘛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 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讲 三台就是人证 阿金就是人证 你说老师 三台是什么 台市中市华市啊 哎呀没有看我节目啊 这么多年啊 我教过啊 阿金是什么 阿金我先讲一下好不好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这个就是人证啊 请问各位 华南金控这里爆一根大量出来 请问各位 这里要不要有更大的量 他才能够出去啊 就算只有明天 我问你一件事 这一根长红棒 跟这一根长红棒 一样大的时候 那当然未必是华南金控 你去找一个比华南金控 更标的股票 跟他很类似的 请问各位 这边进货 这边将要出货 你这边买 会不会大赚 我现在只讲明天啊 我说财神也来一天可不可以 所以我就跟你讲一件事啊 这个就是阿金啊 我以前的师父跟我讲 虽然他现在已经真的上天去当财神了 他跟我讲说 有三个台 你只要看得出来的话 那么大盘还没有方向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方向注意哦 我不是在跟你讲台积电 我是在跟你讲大盘 我是在跟你讲赚钱 我是在跟你讲财神爷啊 各位注意啊 这就是我跟你讲看盘的方法 你不买会后悔啊 有天财神爷到的时候 这张啊 这个资料不用看啊 不用看啊 到时你后悔了不要怪我 我直接送到你家门口 现在财神呢 因为有电话的关系啊 你打个电话就可以 把财神爷引回家 你打个电话就可以 结果呢 如果你还偷懒的话 不要说我没讲 我想请问各位啊 买台积电会不会赚钱 这里是不是大量 这里是不是将来还要一根大量才能够卖 这里是不是在第一档的时候 第一个大量就给你买 第二个量缩全部给你报嘛 量缩全部给你报嘛 六百亿七百亿那最好啦 等到有一天有一个大量 你才能够卖嘛 同意吧 如果你是大户的话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你是外资散户不就是这样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三台第二台叫做什么 台硕嘛 台硕嘛 台硕这边是不是有个大量 将来是不是也是一样 第三台呢 哦 各自不同代表哦 台肥啊 哎 老师台肥最近大涨耶 我光看这三台 我光看这一斤啊 我就知道说后面财神爷就在后面了 因为春江水暖鸭仙枝啊 所谓梨上桃花两三枝 只有开两三个桃花 谁说两三个桃花 这么大的桃花呢 都是很肥的桃花呢 都是很肥的桃花呢 把他兄弟姐妹教一教你自己来看看 都是很肥的桃花呢 各位啊 指标股都冲出来了 你还在怀疑啊 谁敢在这个时候最低档的时候 进去买指标股 你告诉我 谁敢在这个最低档买指标股 你说老师黄敬哲 不要这样拍我马屁啊 各位注意啊 谁敢买啊 伊波拉失控 本周增一万利 10月17号 这种大量 谁敢进去买台积电 谁敢进去买华南金控 谁敢进去买台塑台肥啊 这还不是有心人事吗 所以后来我很清楚的跟各位说 请你注意啊 往往利空来的时候 利空当中有人是魔鬼 我直接这样说 下你人是魔鬼 但是往往这些利空当中 财神爷爷就跟着后面跑出来 所以伊波拉病毒 来了一个黑人的财神爷 叫做欧巴马 他说你不要因为他歇斯底里 因为假如你相信伊波拉会发生的话 那你就把股票卖光光了 最后他拥抱他的护士 各位看到没有 来注意一下 美国股市是V型大反转 应该不用我再强调一次吧 美国股市是怎么跌下来怎么回去啊 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有人笑说 巴菲特跌下来的时候 损失821亿损失在这里啊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啊 你大概不久之后一定会看到说 他在低档加码 然后结果又大赚 损失了不但回来 而且呢在这边加码之后 照常大赚 我问你一件事 他是不是神 他叫古神 他是不是财神爷 当然他就是财神爷 他是不是财神爷 他也是财神爷啊 但是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不认识那个财神爷的话 你不认识财神菩萨的话 这些钱离你就非常非常的远 所以有一句话 财神永远在你心中啊 你说对不对啊 我问你一件事 难道你永远都没有怀疑过 在10月17号的时候 出现1221亿的时候 当时出现伊波拉病毒的时候 这地方应该危机入室 你没听过这四个字吗 你被自己的心魔打败了 我跟你讲 那稳健乐观啊 你被自己的泡面打败了 是不是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然后我告诉你 自习量老师大请财 那他也是财神爷吧 哪个老师啊 还要问啊 我请你在这边买 算不算财神爷 我请你在自习量的时候 买算不算财神爷 这里写自习量了 后来是不是行情还继续在涨 继续在涨 我今天还要再跟你讲哦 注意哦 这根叫做凹动量 这根叫600亿以下 叫做凹动量 你说老师你注意哦 10月27号出现659亿 大涨多少 146点 10月21号635亿 大涨94点 这两天假如又出现600亿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季线下面600亿 季线上面 你绝对看到900亿 季线上面再往上的话 1200亿你有一天会看到 因为只有1200亿才能够卖啊 所以季线过长虹就来啊 财神道凹动量要买啊 等你今天在看到的时候 已经不是财神道 这叫马后炮 这是今天的报纸写的 汉维科股价脊椎大立光 我问你一件事 你看了之后 今天买汉维科吗 我卖了你才买 你要不要我调昨天录影带给你看 不要那么啰嗦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看清楚这个股价脊椎大立光合不合理 汉维科我必须要这么讲 最近当然因为台积链非常强 而且我告诉你 第四季它可能成长 巴克来说65% 所以最近它当然成长得比较快 大立光呢 因为最近遇到一些利空 所以成长得慢 还有点压回来 但是你要汉维科去跟大立光比 大立光一年可能要赚130块到120块 汉维科再厉害赚40块 等于说汉维科最厉害能赚大立光的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呢各位看到没有 如果说这个行情里面没天理的话 讲没天理啊 没天理的意思就是说 那就大立光往汉维科 大立光跌汉维科要继续跌 有天理的话 那3658的汉维科涨上去 将来有一天把大立光推上去 你懂我意思了没有 40块钱EPS是1500 那请问100块EPS应该多少钱 就是这样去讲的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还是告诉你说 谁最早跟你讲1200块 买进汉维科 我坦白说一件事啊 最近因为量缩的关系 大家都以为财神跑光光了 但是呢不要忘记了 竹上梨花两三只啊 同样的啊看到没有 春江水暖汉维科先知 有没有人跟你讲汉维科啊 我们每天晚上看到一大堆大师耶 分析师每个都叫大师耶 有人叫你在1200块买汉维科吗 有人叫你在1315块1325块1395块买进汉维科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还直接告诉你说 目标价 我的抠讯可以讲啊 那你说老师 目标价是1570 1570叫做以上啊 我且保守一点这样才能够带你进带你出 你说对还是不对啊 我且保守一点才能带你进带你出 你说对还是不对啊 最近我一直跟各位强调说 我的家族成员里面 特别是我们的比较有钱的家族 我们讲得很清楚 就是一党汉维科 好好的让各位赚啊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下 等一下我们要跟各位说注意 你说老师财神道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财神道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啊 低档爆量 然后呢 季乖离率跌升反弹股啊 那基本面非常非常的好啊 所以我欢迎所有朋友啊 不要财神到你们家门口 说老师 打电话去找财神好累哦 是你的哦 你讲的哦 不要说我没讲哦 我就这么告诉你 将来有一天如果大盘咻上去 就跟汉维科这样上去 你不要说我没讲哦 汉维科如果我没讲的话 我告诉你 以后财神不要来我家啊 欢迎所有朋友 哪一个是下一个汉维科 哪一个是低档财神道 你可以进场布局的 欢迎你 想尽办法来掌握 我不鼓励啊 非诚勿老 欢迎你想尽办法 跟上静哲的脚步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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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啟可以 我们现在还不咱们 應該要选择 当我们这种 那终于 这种 你还是 神 我们就是 这人 對神明不敬 對神明不敬 財神爺怎麼會光顧你呢 我就常常講這句話 你對神明不敬 財神爺怎麼會光顧你 財神爺都到你家門口 你還說老師 那個地方有伊波拉病毒 我不要買 財神爺就走了 都已經窒息量剩下600多億 老師只有窒息量 我不要買 財神爺就走了 老師黑黑凹凍量 這地方你說要買 我不要買 那財神爺就走了 我再問大家一件最簡單的一個邏輯 就可以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找任何一張都可以 好這裡好了 各位看一下 五峰好了 各位看到沒有 這裡是不是出大量 出大量是不是買 買了之後這麼小的量 根本就賣不掉吧 同不同意啊 是不是將來一定還有一根大量 他才能夠賣掉啊 所以為什麼第一個大量我敢買 因為這叫做底部反轉 因為前面已經有 三台在給我爆牌了嘛 三台在給我爆牌了嘛 難道你不能是台積電 你不能是台塑 台塑這樣漲 你說五峰會不會 這是不是就是爆牌 蛤 是不是就是人家 你要感謝人家台塑啊 財神爺啊 等到有一天出大量 那才會賣嘛 一樣的道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現在呢又是至極量 這裡面每一根K線啊 注意喔 現在已經在倒數計時喔 這裡有四根黑 這裡有三根黑啊 蛤 這叫做倒數K線 那以後我再教你啊 只是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 這裡既然沒有量的話 那你就一個字是爆 而且是非常認真的去爆它就好 你說老師 我們台灣股市 不如美國股市啊 那美國股市現在黑夜你白天啊 總會有個時間差嘛 你現在還在怕啊 那我問一件事啊 為什麼他先漲了 為什麼他先漲了 老師我知道了 台積電在美國有ADR 對 所以他先漲了 知道嗎 但是問題他有ADR 他也還沒漲 那代表什麼 代表台灣股市很弱 我兒子也還沒長高啊 我兒子不會永遠100公分啊 聽清楚啊 他可能將來長得 就跟黃靜哲一樣高 黃靜哲長在前面了 你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那我就真的認為 你要好好加加油了 來 我還是告訴你這句話 凹洞亮要買 如果你是支持我的朋友 請你記得凹洞亮 趕快跟著靜哲選股票 哪裡可以選 很簡單 財神道不滿會後悔啊 人家就已經給你送你 恭喜發財的喜帖了 你還在那邊東響西響 既獻過長紅就來 之前告訴你自席亮 注意喔 現在有很多人整天在送資料 第一個我不送 你沒有誠意 你不要打電話來 我講白一點 我們工作人員不多欸 像前幾天突然之間來一大堆電話 我們都很難處理啊 你也不要把我跟那個 剛出道的老師拿出來比較 我拿股市現場前線百分百 五十七台五十八台 哪一台我沒上過啊 現在是家裡比較忙啊 不然你每天都看到我 我覺得你會看得很煩啊 但是我跟各位講說 你要先檢查 誰告訴你自席亮 我 誰告訴你第一檔伊波拉 我 誰告訴你這過程當中壓回來 你要買 我 誰告訴你漢維科 我 誰告訴你網家 我 誰告訴你8076 如果武蜂還是我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那這樣你要拿資料就有值得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順便還跟你講說 請你注意 大力光要做反彈喔 那做反彈你要練功夫喔 練什麼功夫咧 第一個來 先練指標 虛實操板指標 老師啊 指標向下交叉了 死翹翹了 我放空 你放空你就口袋空空了 我說你要放空 是在這裡放空啊 你怎麼可能跌破線 彈上來再放空啊 注意一下下 這裡離開這裡 既然這麼遠的話 一定會產生乖離離 一定會產生什麼 向上背離 這裡死亡交叉 剛好向上背離 一插下去說 哇414塊 一張40萬 嚇死人了 各位看到沒有 來一樣的道理喔 我跟你講說 各位看到沒有 第二個低點又出來了 又是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來自己去看 這是週KD背離 有沒有時間看 週KD背離 自己看一下 基本上週KD背離的時候 又帶你衝一次啊 又帶你衝一次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百元俱樂部 沒有100塊錢的價差 我就帶你衝 大力光用衝的啦 我是實在話講 大力光用衝的啦 那其他的求穩求獲利啊 下一檔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很容易理解喔 假破底 假破底 真穿頭 假破底到真穿頭的話 有137塊錢 因為 節目上不能告訴你目標價 所以 只能在哪裡 只能在這邊講 只能在這邊講 節目上不能告訴你目標價 但是價差可以跟你說吧 我估計的價差 V轉的話156塊錢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很多股票就在我們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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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請各位 一定要想盡辦法來掌握 我想這個部分 請你慢慢的看 那這個叫做 新的股票已經在這裡了 來波段 漢維科300 短衝大力光 有興趣的朋友 你要說老師 盤整只有衝衝的耶 注意啊 隨時隨地啊 我明天的詩都準備好了 青州已過萬重山 隨時隨地啊 前面幾句還會不會背啊 朝辭白立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環 兩岸原聲提不住 青州已過萬重山 你當時覺得說 漢維科哪有可能 青州已過萬重山啊 等到我翻第二檔股票的時候 又是那是講波段的喔 那這個我是現買現賣現賣現賣 我喜歡買幾天就買幾天 因為它是反彈請你記得 它是屬於反彈波 反彈波 沒有站穩季線之前當然是用短衝嘛 有站穩季線的呢 做波段嘛 我問你一件事 這隻這麼大一隻 這麼明顯 這麼清楚 站在你家門口 財神爺 為什麼你的老師賺不到 我問你一件事啊 如果有一個警察抓不到小偷 你覺得要這個警察幹嘛 如果有一個老師找不到漢維科 你要這個老師幹什麼 我常常講一個笑話就是這樣啊 一隻狗找不到骨頭那也不太對啊 你來股票市場 你這一波你沒做到漢維科 你到底是來幹嘛的 所以我說跟各位講一下 找到對的人嘛 我一定是事前規劃 規劃我就要開始找 就要認真的去找 然後錢才會到手 短線停歷在這裡嘛 都終極目標將來在哪裡嘛 才能夠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賣的開開心心 我現在直接跟你講 我有很多股票都準備買的安心 現在是抱的放心 將來有一天會賣的開開心心啊 這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強調的啊 你說老師真的還假的啊 我先告訴你喔 你蘋果我照常看好 各位注意一下下 你看到沒有 你說老師季線好像很危險 輕輕一跳就過去了 輕輕一跳就過去了 看到沒有 兩岸原生提不住 注意這三個字叫做指標股啊 三台一金的親戚 三台台積電台肥台塑 台塑對不對 金你就隨便找國泰金 富邦金 黃南金隨便你看了 你有沒有發覺這也是跳空過去啊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啊 我們台灣的 連廢城半導體 這也是跳空過去啊 過季線雲淡風輕 一下子就跳過去了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啊 剛才那個跳過去的股票 不買會不會後悔 一定後悔啊 漢威科不買會不會後悔 一定後悔啊 台積電不買會不會後悔 其實也會有點後悔吧 我是沒有錢把所有的 覺得好的股票買下來吧 五峰不買會不會後悔 也是後悔啊 對不對 我今天沒有時間跟你秀五峰 全世界現在都有五峰 假討厭 所以歡迎所有的朋友 這些訊號都叫做財神道 那麼整體性如何去選股 我相信這裡面 都已經給了非常各位 連答案都寫出來了 前面當然是道理 連答案都寫出來了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 好好跟上財神的腳步 財神道不要你不知道 本服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